他初中毕业就外出闯荡 卖过袜子当过门卫 靠生产冷饮赚下百万财富 因为一个噩耗 他决定返回家乡 2012年他开始养羊 没想到辛苦两年砸进去三百多万 却赔了本 一种埋藏在地下三年的东西 让他的事业起死回生 肯定是挖不出来 为什么 最起码挖个七八十五分身的 七八十啊 对 他把一斤羊肉卖到了六十八元 是当地羊肉价格的两倍多 2017年销售额两千多万元 看西北汉子黄有斌 到底如何巧发羊才 欢迎收看知福经 这个面对镜头痛哭失声的人 就是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有斌 他之所以这样伤心 是因为一件让他刻骨铭心的事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他返乡创业开始养羊 黄有斌说了 说他的羊很特别 一斤羊肉就能够卖到六十八元 而这种羊跟埋藏 在地下三年的一种东西 有着重要的关联 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是黄有斌的养殖场 这一天下着小雨 黄有斌准备拉一批羊去屠宰 他说他今天拉的可不是普通的羊 来来来 刷 赶快刷刷 下等了 来 刷 一二 当记者看到这些羊时 有些困惑了 这些羊的外观 与普通的羊并没有什么两样 可黄有斌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记者采访时 当地普通羊肉的销售价格 在二十六元左右一斤 而黄有斌却把他的这种羊肉 卖到六十八元一斤 是普通羊肉的两倍还多 这一批大概是要独宰多少只 大概就是五六十只吧 如果是市场销售价格的话 它大概是多少钱 大概下来就是个十二三万 像普通羊的话 可能这五六十只卖个六七万 别看这么贵 它还一点都不愁卖 这一些就是被客户预定了的 除了这一车 它还有三千多只羊 都已经被客户预定了 我提前把订单全都下好 在它的生产里面 会给我们预留一部分 要不然倒跟前可能就没有了 那黄有斌的这种羊 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黄有斌说 他的羊之所以卖价高 跟埋藏在大山里三年的一种东西有关 那种东西 黄有斌视若宝贝 卖完羊 黄有斌开车一个多小时 来到渝中县贡景镇的大山里 带着记者寻找那种宝贝 你看 这个地底下的这个东西呢 在这已经埋了三年了 外边人肯定是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看说这是个皇帝吧 但是这个地下边的东西啊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 让我们能挣上钱的东西吧 那咱们挖开看一下 行 好 小铲子挖的 能行吗 正说着黄有斌就挖了起来 可这宝贝还真不好挖 好挖吗 不好挖 这东西确实不好挖 黄有斌说 这种宝贝埋藏得很深 即使用大个的铲子 也很难把它全部挖出来 肯定是挖不出来 为什么 最起码挖个七八十五分身 七八十啊 对 这么长呢 对 黄有斌的羊肉 之所以能卖出高于普通羊肉 两倍多的价格 就与地下那种难挖的东西有关 他不光自己赚到了钱 还带动了当地56户贫困家庭 靠养羊致富 那个埋藏在地下三年的宝贝 到底是什么呢 这还要从黄有斌听到的 一个噩耗说起 2010年8月的一天 在银川市做冷眼生意的黄有斌 接到一个非常着急的电话 电话那边的人是他的父亲 父亲让黄有斌赶快回渝中县老家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奔波 黄有斌终于赶回了家 当他推开家门的那一刻 眼前的情景让他至今都刻过铭心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这位西北汉子痛哭流涕呢 原来当时黄有斌的母亲病危了 我进来的时候 看见那个期待的那个眼神 里面那么多的人 都在这个地方光看着 好像是就是 像等待死亡的那种感觉 满屋子的亲戚站在床边 眼睁睁地看着病重的母亲 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 送母亲去医院 而他的母亲虽然身体不能动 但当时的意识却很清醒 你说我走了吗 我按摩里的昆涛涛就是一个管他们的 我要落地抱着这么一个 还是放不下 放不下 亲戚们担心 他的母亲在路上病情加重去世 不好向黄有病交代 看到当时的情况 黄有斌立即把母亲送到医院 经过抢救后 母亲的身体逐渐恢复 这一件事对黄有斌的触动很大 黄有斌想 如果不在父母身边 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黄有斌初中毕业后就外出闯荡 他沿街叫卖过袜子 在冷饮厂看过大门 后来自己生产冷饮 2010年 他一年能赚到50多万元 母亲生病后 他决定把银川市的冷饮生意停掉 返回家乡 父母在哪 事业就在哪 老人一旦有个啥事 我们也没法照顾 对吧 从那时候我就想着 我是得找机会回来 人走到哪 只要肯干 都会干好 农村发展的空间也大 你不一定待在城里边 就有大作为 对吧 农村也会有大作为的 回乡后的黄有斌 四处寻找项目 他注意到 家乡有人零星的在养羊 但养殖数量 最多的也只有一百多只 没有人大规模养殖 他想要在家乡 建立一个万头养羊基地 咱们这个国家呢 这几年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对吧 对羊肉的消费量呢 也是增加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黄有斌没有想到 迎接他的 确实失败 他甚至还为此 卖掉了房子 后来 他用一种埋藏在地下 三年的宝贝 把羊肉卖出了 68元一斤的价格 他靠的是什么呢 2012年4月 黄有斌筹集了 380万元 在渔中县建立了 这个养殖场 从周边的养殖户那里 收购了230只羊 开始养殖 可当这230只羊 买回家后 两个月之内 就陆续死了 80多只 看到羊 在一只一只地死去 黄有斌心里 像挣扎一样 当时我是拿着车子 推出去的 那心里边那个感觉 真是不好受 也不说心疼钱吧 主要是 感觉这个养殖业 是入错行了吗 当时 黄有斌多年的积蓄 已经砸了进去 他骑虎难下 只能继续坚持 从那时起 他在羊圈里 织了个简易床 白天晚上 24小时都跟羊 待在一起 他要看个究竟 研究羊的死因 当年那个床是从这 从这直到这 直到这 也就这么宽吧 也不算个床吧 就是用那个 砖头雷起来 上面铺一个木板 正好赶上那年 特别冷 那就包到头上面 就这样 留个脸出来吧 黄有斌边观察边记录 甚至还给羊凉体温 然后再根据掌握的情况 向当地的兽医请教 这样的方法让他发现 大部分羊死是因为羊的肠胃出了问题 为了能把羊养得更好 黄有斌还根据以前做冷饮的技术和经验 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这就是当年呢 我们靠着它呢 把这个羊肠发展起来的 控制了很多的病情 它怕光 所以呢 用这个黑带子 捂着它 哎呀 这都 这是长的毛吗 对 这毛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营养 酸味 对 这就是我们做的生物菌种 靠它呢 来调节羊的 肠道的这个功能 从事过这个食品行业 做酸奶啊 冰淇淋之类的东西啊 像酸奶之类的人吃的挺好的 我们让羊吃上是比更好 黄有斌在羊圈住了一年多 终于掌握了养羊的技术 像剪羊毛这种事 他也不在话下 做这个任何事情啊 要想把它干好啊 肯定是都不容易 任何行业呢 都是运行努力 成功的那些人呢 背后肯定都是付出了 很多的代价吧 能吃苦 肯付出 让黄有斌练就了一身本领 2014年3月 黄有斌的养羊数量 已经达到了一千多只 他的三百多只商品羊 可以出售了 这时 却遇到了让他 哭笑不得的事情 价格就下掉了 没价格了 普通的用可能就是八几亏钱 这个价格是很低吗 很低 不赚钱 很赔钱 黄有斌2012年开始养羊的时候 活羊的市场价格是15元左右一斤 而到了2014年 他卖羊的时候 活羊的市场价格 跌到了八九元一斤 那两年 黄有斌一直在投入 很少有产出 卖羊 结果肯定是赔本 不卖 他每天还要继续投入 饲料钱人工费 这让原本就入不敷出的黄有斌 有苦说不出 为了维持羊场的正常运营 黄有斌只能把可以出兰的羊 赔本销售 除了卖羊 他还悄悄卖掉了 在兰州市的两套房子 就私下卖了吧 出了点钱 拿破就说我解些钱 把工人工资给拿付钱 我们是月月的时候 工人工资就证明了 脱钱购 卖房卖羊 让黄有斌得到了教训 从那之后 他开始琢磨 怎样才能赚到钱 后来他想到了办法 这个办法 让他卖羊时 别人赔本他不赔 别人赚钱他多赚 他到底做了什么呢 采访的时候 黄有斌告诉记者 他这里就像是一个羊的动物园 在我们当地来说 我们这算是一个羊的动物园吧 羊的动物园 对 啥品种都有 从脸型看来 他跟这个美女一样 特别清秀 文文静静的 对 你看眼睛这地方 肉红色的 粉粉的 对吧 粉粉的 你看 脸上没有 都是细毛 长得跟牛一样的 小牛独日 对 特别圆 你看特别壮 这里边你看 就跟蛋糕一样的 发黄 对吧 这里面很漂亮 很干净 你看现在他这个毛 就特别细 你拉一下跟那个蚕丝有点像 而且很柔软 对 这是肚脖 黑头肚脖 它呢就是不用剪 自己你看 毛就退了 它肉质呢 现在世界上号称钻石级的羊肉 是这个羊 对 羊肉品质是最好的 这是什么羊 黄有兵总共养了11个品种的羊 他足足给记者介绍了三个多小时 在当地 一般养殖户只养三两个品种 黄有兵除了有国内的羊品种外 还从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地进口了不同品种的羊 他养这么多个品种 要做什么用呢 原来他第一次卖羊失败之后 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活羊交易市场考察 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做两件事 第一 记住羊经销商的联系方式 第二 了解每个地方对羊的消费习惯 通过考察 他有了重大发现 地域不同 消费不同 对吧 他需要的这个品种呢 也是不同的 你想到了新疆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呢 他就喜欢黑头 甘肃的林夏 他喜欢要花羊 到了内蒙 西安 或者是我们当地 都喜欢要这个白头羊 到了民族地区呢 他喜欢吃肥一点的羊肉 所以这个 就是需要更多的品种来 维护这个 提高我们的这个经济效益 黄有兵养 养这么多品种的羊 就是为了满足 不同地区的消费需求 如果有某个地区 或某个品种的羊 价格下跌 他还有其他品种的羊 有钱可赚 这养平均下来 降低了风险 养单一品种的同行 赔钱的时候 他也能做到不赔本 就在当地其他养殖户 都羡慕黄有兵的时候 他又做了一件事 他靠埋在地下 三年的一种东西 把羊肉卖到了68元一斤 是当地普通羊肉价格的 两倍多 他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是甘肃省 渝中县贡景镇 当地人称这里为北山 在过去 一提起这里 给人的印象最深的 是干旱 荒凉 贫困 然而现在一提起北山 当地人都称为聚宝盆 黄有兵说 有一种宝贝就藏在这里 拉不动 拉不动 拿铁枪 我拿铁枪 我觉得快了 你说说梦段 那没办法 那现在你根本就挖不出来 累吗 累 你看 这下 你看这下边全是 你看 这都是 你看 就铁锹就没法挖 埋在地下三年的这种东西 就是甘草 你看到这就分叉了 你看 下边还 毛根 下边毛根呢 就一直往下长 平着的这些呢 你看 那这个如果您不给弄断了的话 它底下大概 有这么长 有那么长 还要再往下 对 甘草是一种中草药 味道甘甜 生长在这里的甘草 一般需要长三年以上 才能达到销售标准 甘肃省 于中县 盛产 甘草 当地的加工企业 在加工甘草时 会扔掉很多下脚料 黄友宾觉得 很浪费 他打算 试着用甘草来喂羊 打造出自己的中高端产品 也打响自己的羊肉品牌 在于中县 畜牧中心的指导下 他研究出了 甘草羊的四位方法 那么甘草羊是怎么喂出来的呢 甘草羊并不只是给羊喂甘草那样简单 羊需要经过层层筛选才能吃甘草 来 你喂一下 试一下 我喂我行吗 行 就直接这样给它对上去 好乖啊 这只小羊是用小尾含羊和胡羊杂蕉的 当这种羊长大后 与国外进口的优质羊品种再进行杂蕉 杂蕉出来的三元杂蕉羊 才能有吃甘草的资格 那么三元杂蕉羊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这只羊就是三元杂蕉羊 看一下你能抱得动吗 他不踢我吧 不踢 还行还行 有多壮 四五十斤有吗 差不多 也就是个十几天二十天的羊杂蕉羊 这刚出生十几天二十天啊 对 那能长这么大个 杂蕉的优势就在这地方 有什么优势 优势呢 现在你抱着这个重量就是优势 这个黑头肚脖呢 一窝呢 产子在最多的可能就是一个吧 但是小尾含羊呢 一窝是最少是两到三个 通过杂蕉之后呢 它呢 继承了这个小尾含羊的这个 优良的这个基因 一窝呢 还产两到三个 小尾含羊的肉质呢 相对来说比较差 而且呢 出肉率呢 在百分之四十六左右 跟它杂蕉之后呢 它出肉率呢 达到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之间 而且呢 生长速度特别快 只有这样的三元杂蕉羊 黄有冰才会喂甘草 而且并不是只喂甘草那么简单 黄有冰把甘草 玉米 麸皮 胡麻饼等十种东西 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 然后制作成这种颗粒 按时按量四位 能够健康长大的羊 才能成为真正的甘草羊 甘草羊从选种到四位都很特别 而它的肉质更特别 这个羊呢 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甘草羊 割开呢 你就能看出了这个羊肉 跟不同羊肉的区别吧 现在你看 漂亮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花肉的这个说法吧 五花肉 嗯 就是这个羊也有五花是吗 有有有 它这个里边呢 肌肩脂肪比较大 怎么看肌肩脂肪的 你看就是白丝 像这个后腿上面呢 你看啊 它就是这个纹路 纹路里边都是油嘛 像这种的是吗 这种白色的这个 嗯 对 这是几件的吗 是吧 对 你这割肉割得还挺快 我们西北男人呢 本来就比较粗犷嘛 嗯 好爽啊 嗯 所以呢就是 不管是这个干啥呢 都有一股猛劲嘛 我们添加了甘草羊的这几个实验组的羊肉啊 它的有六种这个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两种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两种微量元素 都高于普通羊肉 黄有冰以前卖的是活羊 现在他决定屠宰之后直接卖羊肉 甘草羊的养殖成本是普通羊的两倍多 所以他把甘草羊肉定价在六十八元一斤 这样的价格他要怎么卖出去呢 来了 好吃的羊肉来了 黄有冰邀请以前认识的经销商和朋友 请他们来品尝他的甘草羊肉 通过大家的口碑宣传 有经销商主动找上门寻求合作 他叫崔衡 在北京有自己的鲜肉销售店 还有成熟的线上销售渠道 他们公司对食材的要求非常讲究 通过朋友介绍 他找到黄有冰 想长期大量订购甘草羊 他既不是用传统的来养羊 也不是用工业化的来养羊 然后养出来的羊肉的品质最好 他这个正好是我们也是需要的 消费者的第一反馈就是 感觉这个肉的品质不一样 他们原来没吃过这种品质 我们从2017年的8月份开始签的 第一笔的话签了是两万四千斤 2017年 黄有冰的甘草羊销售了三千多只 普通羊销售了一万多只 年销售额达两千多万元 还带动了当地56户贫困家庭 靠养羊致富 最让黄有冰高兴的是 养羊的同时 他还能兼顾照顾父母 他给父母在渝中县城买了房 可父母住不习惯 还是经常回老房子生活 黄有冰说 能和家人经常在一起 他心里踏实而有幸福 恭喜恭喜 黄有冰为了梦想外出闯荡 又因为亲情返乡创业 回乡并不意味着梦想的熄灭 而是梦想的延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人才是关键 像黄有冰这样 从城市返乡的创业者 用心思想心理念 新技术 给乡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好了各位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经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经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手机不离身 随时都要喂喂喂 要问这么多电话 找他是干啥 抢货 为了拿到他的货 甚至有人在他这儿 一住就是半个月 寸步不离 靠着这种被疯抢的东西 他让曾经远近闻名的光棍村 家家户户盖洋楼开小车 看村之书王文克 如何把小地瓜做到年产值四个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